嗨,欢迎回到99AI 那其实呢,我的观众里面有很多的小伙伴是在不能使用GPT4或者是XGPT的国家或者是地区 那这一集呢,就是完美的解决了他们不能合规上GPT4的这个大问题 那我收据体的问证调查呢,是有13%的小伙伴是完全没有使用过XGPT的 我相信他们也不一定是不想用,而是地区限制了他们来接触这个新的科技 那还有接近50%的参与者呢,就说我是偶尔用 那偶尔用呢,其实也没有必要去买XGPT每个月20美刀的计划 这个网站呢,是既用既冲 大家可能说,我用病也可以啊 但是有没有想过那些就没了GPT都活不下去的人 他们使用GPT4可能同一时间会超过25个PROM 就比如说写文案的,编程的,做项目或者是用它来工作的小伙伴 三小时只给我25个PROM实在是太少了 而且病呢,也只能说是一次过给你20个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没有完成工作的时候 整个思路就被打断了,就没有办法继续 那这个网站也是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最后呢,我还会跟大家讲一下,它有着几乎这个市面上大家听都没听过的GPT4 32K 可能小伙伴都没有这个概念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GPT4呢,是GPT4 8K 那也就是说它的文本长度呢,也就是大概12页纸这么厚 就是我们正常用的GPT4啊 那32K的厚度呢,能够达到48页纸 就是这么厚的页数 如果是一个中等长度的PDF文档就已经可以处理了 所以就根本不需要上什么Chat PDF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分析PDF的文档 直接丢到这个网站就可以让它去分析了 现在在市面上呢,我是没见过哪个地方是可以给大家试用GPT4 32K的 但是这个网站可以 其实我们都知道ChatGPT呢,是把很多国家地区都给卡掉的 但是这家公司呢,它是拿到了Azure OpenAI的正规的合作 是官方授权的 他们本来呢,只是开放给商用 也就是企业级别的用户 但是我就说,你们能不能开放给个人来试一下 就好不容易也能让大家来试一下企业级别的GPT4是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Azure的OpenAI已经跟国内很多大企业都有合作了 就比如说万科,伊麦通,美登科技,泰瑞信息创梦天地 他们早就在一两个月前,早就拿到了Azure OpenAI的合作 其实我都是第一次来尝试GPT4 32K的这个使用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这个32K到底是能容纳多长的文本 那合规使用呢,其实还有第二个条件就是关键值的过滤 他们是通过Azure云和腾讯云的双层过滤 他们主要是做企业级别的部署 但是这次是争取到给大家都有试用的机会 能试多久我不知道,所以赶紧抓紧时间去我的下面的链接 点击了之后开个户 那来到这个网站呢,就要点击一下登录MBM OpenAI账号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窗口跳出来 点击一下本机号码一键登录 这个时候它就将你输入中国的手机号 那输入完手机号之后呢,它就会发送一个验证码到你的中国手机号上面去 验证完它会问你怎么样称呼 我就写周周回车 那进来之后呢,首先是要充一下值,充值我的账户 那比如说10元,你就直接用微信支付 确认支付,然后就会有一个二维码 你直接扫码就可以付钱了 进来之后呢,你就可以体验GPT4了 这个是没有三小时25个PROM的限制的 所以它是非常的强大 就搞到我现在都在想说要不要就把我自己的ChagPT给停了 直接用它,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我刚刚用了它的这个Mask 它的这个里面呢,就是这跟ChagPT的界面非常的像 就是新手上来也能用 然后你点一下它的Mask 它就出来了一堆角色,而且是把提示词全部都给你打好了 你直接用就可以了 比如说小红书写手,简历写手,心理医生,创意点子王 然后Github Copilot,文案写手,职业顾问,英文专业写手,语言检测器等等等等 然后你随便点一个好了 比如说小红书写手,它就给了你一个prompt,直接打好了 太方便了,就等于说是结合了AIPRM,但是是中文版的 那我就直接写个点子吧 就是说我就给它了一个topic 就是在中国怎么样合规的使用ChagPT 他就给了我一篇小红书的文案 而且是图文并茂 这太好用了吧 那今天刚好又有一个朋友问我说 就是亚马逊我能不能改一下这个标题跟Bullet Points 然后呢我就用了一个亚马逊的提示词啊 就是说让你扮演一位亚马逊的卖家 拥有三年以上的卖货经验擅长卖床单 就比如说这床单好了,我们只是打个比喻 然后呢就是有种种要求啊 之后我把卖的最好的这个床单 你看二十多万个review全都是接近五星好评的 四点五星了 那我就把它的标题跟五个重点Bullet Points 全部都交给了ChatGPT 然后呢就问他用高度相似的风格和语言 写一份床单的产品描述 用于亚马逊平台销售 然后他就给我写了一份 的确就是把很多词都稍微改了一下啊 就是真的可以哦 这个真的可以哦 那我又让他呢帮我写出五个不同的版本 那就有version 1,version 2,version 3 那继续往下写,但是他没有帮我写这个Bullet Points啊 我就问他说你能帮我把重点Bullet Points 也加到每个版本里面吗 因为我跟他说的是中文啊 所以他就给我出中文的 那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中文版也是挺好的啊 就是这个重点都写得非常的好 那如果我想把它停下来 因为我不要这个中文的 我说能用英文吗 就是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小小的箭头 你就点它一下 它就会停下来啊 那我直接跟他说你能不能用英文写 能写英文吗 OK 他写到更快了 这个是用GPT4的API 但是我觉得他的GPT4 比我的ChatGPT的GPT4还要快 OK 他给了我这个五个版本的Bullet Points 但是没有按照我之前写的哈 之所以大家还是需要这个稍微的就是人手要观察一下 你要手动的去调试你的提示词 那他们还直接加入了最近比较火的项目 像Auto GPT 然后他们把这个代码呢 直接就放在他们的网站上面 就是可运行的 你也不用自己去装这个Auto GPT了 因为装还是挺麻烦的 那直接在国内就可以上了 就可以来体验一下Auto GPT的神秘和厉害之处 那我先来测试一下 他能不能帮我写出五个不同版本的亚马逊的这个产品标题跟五个重点 然后我就把这一段全部都放进去 然后看看他能不能够自己帮我生成哈 因为我现在是 就是你在MBM的网站上面直接deployAuto GPT的话呢 就不用再去加什么API key了 就之前的那种就是以前Auto GPT 如果我们是在网站上面去弄的话 你还是要加你自己的API key嘛 现在都不用了 那而且你可以在上面直接选GPT4的版本 直接在model这边选GPT4的话呢 就可以用GPT4去测试哈 这个是我在Auto GPT里面都没办法做到的 然后直接deploy agent 那自己现在就开始在想了 就是Auto GPT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你只要给它一次的话呢 你只要给它一个提示词 它就会自动去帮你做你的提示词里面的要求 而且它自己会反思 会去复盘 会想说我刚才出来的结果对不对 如果不对的话呢 它还会去继续改进 但暂时来讲哈 它的这个web search是不行的 就是根据他们的研发者说呢 也是我自己的感觉 我开了web search也是这种感觉 就是基本上开了是能上网 但是得出来的结果 其实并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为什么一直没有介绍Auto GPT 就是在长影片里面没有介绍Auto GPT 就是它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个效果 但是大家如果想要去试一下 就是不用web search的这种方法的话 就比如说你一次过想出很多很多的结果 但是你有可能又没有办法 用普通的Chat GPT去做到 然后你想用Auto GPT来做你要做的事情 你就可以试一试 就两边都可以试一试 因为我让它做的事情呢 就是我知道这个结果比较长 所以Auto GPT它可能会给我一个更长 更详细的版本 而且GPT它因为文字的限制 它可能写到一半就被卡住 然后我要继续让它continue 它才会继续写 那Auto GPT呢我就不用管它 我可能过一会儿回来 这个文案就写好了 那为什么我会比较推荐 就是NBM这个网站呢 就是如果你真的自己去Agent GPT 这个去测试Auto GPT的话 它只给你用GPT 3.5 包括Guard Mode 这个也是可以测试Auto GPT的 但它一样也是只能用你自己的API Key 而且我自己API的那个 也是没办法申请到GPT 4的 就最多只是给你用GPT 3.5 所以出来的结果 肯定没有用GPT 4的要好 所以现在如果要用GPT 4 去测试Auto GPT的话呢 那NBM OpenAI GPT 4的服务 是真的太好了 就包括我在国外啊 我都没办法用GPT 4 去runAuto GPT 他们都能做到 那当然了 就是因为Auto GPT非常的烧钱 所以就是你不是真正的 有点啥事的话呢 我也不建议去做 就用普通的GPT就可以了 我只是示范给大家看 它这个web search是非常烧token的 就不建议大家去使用 千万别取啊 那钱就哗哗的跟流水一样就没了 那我这个呢 就是Auto GPT是很烧API的 有钱的大佬们尽量去用 可以随便用 像我们这些精打细算的小生意图 就是谨慎 看了一下 真的刚才写的非常好了 那你就直接export 导出之后复制一下 粘贴到word文档 Bullet points你直接抄就行了 包括了它的version 1 已经写得很好了 然后version 2在这边 然后5个Bullet points也在这边 就为什么我就是一直就没有介绍 Auto GPT呢 因为我觉得它现在还是一个半成品 它没有做到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就我示范给大家看 你就大概知道了 我感觉还是 Auto GPT本身的掌控感更强一些 Auto GPT你一旦run起来的话 你无法掌控它 就是两个机器人在那儿 一个说 我出来一堆结果 另外一个说 不对 你这结果不对 你要重新写 然后就很混乱 所以大家自行斟酌 那下面呢 还有一个法律助手 免费使用 那免费我当然就点一点 然后在这边呢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在中国用CHAT GPT合法吗 他说我很抱歉 这个因为是 实际应用程序技术的问题 没有一个法律条文适用于他 所以暂时来讲 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吧 然后他还有 就是下面有几个 就是说了一个 离婚需要双方同意吗 点一下 我也不知道哎 在国内离婚需要双方同意吗 所以根据法律来讲呢 是要协商的 那如果一方不同意离婚呢 另一方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这个我都不知道呢 那再就是欠了信用卡的钱 还不上要坐牢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哇 是要坐牢的耶 就是如果欠信用卡的钱 在中国是要坐牢的 在美国其实可以申请破产 欠款金额够大的话 是可以申请破产的 在中国 哇 原来是责任这么大呀 可能会判处有期徒刑 那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测试超长文本 那我刚才呢 是在Google上面找了一个 麦肯锡的21页纸的PDF 那有多长呢 给大家看一下 就这么长 这么老长 就还没完呢 就是我的鼠标 我的手指都已经快不行了 那如果是正常的Bing 它就只给你4000个character 然后到下面呢 就被砍掉了 所以你根本没办法打出来那么多字哈 那如果是在它普通的这个版本呢 就是GPT4的话呢 它会出一个错误 就是网络异常 请重视 但是用GPT4 32K 就可以总结了 那在哪里切换呢 在这边小小的一个 螺丝钉的这个地方 点它一下 然后往下拉 拉到model这边 要换成GPT4的32K 点完之后就可以 就把它关掉 然后就可以总结了 我还可以再试一个 再稍微长一点的PDF哈 那我又找了一个 Deloit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DF文档 然后下载之后打开哈 打开之后有 也是很长 那我直接就是Ctrl加A 然后把它全选之后 Ctrl加C 复制到这边 问它总结这篇文章 发送 它现在就出来了 那现在出的是英文啊 就这么一点点嘛 那我再跟它说 我就说 用五岁小孩都能听得懂的语言 总结Deloit这篇报告 然后它就开始打了 我说Deloit这篇报告 告诉我们 越来越多的公司 正在使用AI人工智能技术 高手们 就是表现好的公司 投入更多的钱 学习更高级的方法 而且更容易找到 懂数字技术的人 为了让公司变得更好 他们还要教员工 学习新技能 所以大家知道 就是AI的 所有的技能 都是需要学习的 我们还是需要人 就是每一个员工 要懂得更多 这个更多呢 可能是整个工作的 流程 和知道怎么样去统筹 这些AI去做事 那就说了 我们其实还是需要 不同的人参与进来 这样大家一起做事 公司才会成功 其实到最后 还是需要人 只不过这些人 都需要学习 AI的新技能 久久AI课程的学员呢 有一个超大的福利 就是现在他们帮我 建立一个群 是有mejourney机器人了 所有的学员 都可以在微信群里面 免费的用mejourney做图 他们也正在开发 可以有你自己 专属的数据集的 这种专属的chatbot 我现在也在测试 各种不同的 就机器人 可以有自己企业的信息 这种客制化小秘 所以记得要点赞 关注 开启小铃铛 所以还没有购买 课程的小伙伴 记得去下面 点击看一下我的课程了 还别忘了去加一下 我的电子报啊 就是每天的AI信息 图文并茂 你花个三五分钟 你就大概知道 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 请不吝点赞